你知道吗,离太阳最近的十颗恒星是哪些? 如果有人问起,离太阳最近的恒星是哪颗? 相信爱好天文的你,马上就可以给出答案。 不出意外的话,你甚至还可以说出,这颗恒星与太阳的距离大概是4.22光年。 但如果问起,距离太阳第二近的恒星是哪颗? 这就不好回答了。 而如果再被追问,离太阳第三近的恒星呢? 甚至还可能被问起,你知道距离太阳最近的十颗恒星是哪些恒星吗? 那知道的人可能就更少了。 不知道没关系。 下面,我们就来看看离太阳最近的十颗恒星。 半人马座α星 离太阳最近的恒星当然就是比林星,这个大家都熟悉。 这里就不具体介绍了。 实际上,比林星属于一个被称为半人马座α星的三核星系统。 另外两颗恒星分别是半人马座α星A和半人马座α星B。 它们组成了一个双星系统。 而比林星则在大约13000个天文单位外,远远地围绕着这个双星系统运行。 半人马座α星A和半人马座α星B都是与太阳差不多大的恒星。 前者的质量比太阳大10%左右,后者的质量约为太阳的90%,半径约为太阳的86%,半人马座α星A和半人马座α星B组成的双星系统与太阳的距离约为4.37光年。 这两颗恒星会彼此围绕着运行。 在这个过程中,它们会交替成为太阳第二进和第三进的恒星。 巴纳德星 巴纳德星位于蛇夫座,距离太阳约5.96光年,是离太阳第四进的恒星。 其质量只相当于太阳的15%左右,半径大约为太阳的五分之一,是一颗暗淡的红矮星。 根据天文学家的观测,巴纳德星正在以大约每秒钟107公里的速度向太阳接近。 按照这样的趋势来看,它将于公元11800年,抵达居太阳3.85光年的位置上,并替代比林星成为离太阳最近的恒星。 不过,这只是暂时的,因为在此之后,巴纳德星又会远离太阳而去。 沃尔夫359 沃尔夫359也是一颗红矮星,质量比巴纳德还要低,达约为太阳的9%,半径也只有太阳的16%,这颗恒星在天空中位于狮子座,与太阳的距离约为7.86光年,是离太阳第五近的恒星。 与巴纳德相反,沃尔夫359正在远离太阳而去,其远离太阳的速度约为每秒钟19公里。 观测数据显示,沃尔夫359拥有两颗行星,其中,距主恒星较近的应该是一颗超级地球,其质量至少是地球质量的2.2倍。 另一颗行星则是一颗巨行星,其质量估算值最高可以达到地球的73.4倍。 不过这两颗行星都没有位于宜居带中,格力泽411。 格力泽411,又称拉朗德21185号星。 在天空中位于大雄座,距离太阳约8.31光年,是离太阳第六近的恒星。 这颗恒星仍然是一颗红矮星,不过它比上一期提到的巴纳德和沃尔夫359要大得多。 其质量达到了太阳的46%,弹径大约为太阳弹径的39.2%。 格力泽411,也有两颗行星,一颗的质量约为地球质量的2.64倍,应该是一颗超级地球。 另一颗质量约为地球的14.2倍,它可能是超级地球,也可能是迷你海王星。 这两颗行星也不在宜居带里。 不过天文学家怀疑,在它们的运行轨道之中,应该还有一颗岩石行星。 这颗岩石行星就很可能位于宜居带之中。 天狼星 天狼星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,其知名度与比灵星相比可以说只高不低。 这里我们就简单地介绍一下。 通常我们所讲的天狼星是指大犬座α星A,其质量约为太阳的2倍,半径约为太阳的1.7倍,是一颗明亮的蓝矮星。 其实,它还有一颗半星,即大犬座α星B。 大犬座α星B质量约为太阳的1.1倍,是一颗致密的白矮星。 其半径与地球差不多,第两颗恒星构成的双星系统距离太阳大约8.6光颜。 而在彼此围绕的运动中,它们会交替成为太阳第7近和第8近的恒星。 卢坦726-8 卢坦726-8在天空中位于鲸鱼座,与太阳的距离大约为8.73光颜。 实际上,这也是一个双星系统,由卢坦726-8a和卢坦726-8b组成,所以它们也会交替成为太阳第9近和第10近的恒星。 组成卢坦726-8的两颗恒星都是红矮星,其质量和体积非常接近,它们的质量都约为太阳质量的10.2%,半径也都是太阳的14%左右。 根据已知的观测数据,天文学家推测,卢坦726-8可能拥有两颗巨行星,一个质量比木星大10%左右,另一个质量比木星大40%左右。 不过这两颗巨行星,目前还没有得到确认。 以上就是离太阳最近的10颗恒星了,看上去,太阳所在的区域似乎还挺热闹的,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。 已知在以太阳为中心半径为8.73光年的球体空间中,有11颗恒星包括太阳在内。 简单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,在这个球体空间中,每立方光年大概就只有0.004颗恒星。 与之相比,银河系中心区域的恒星密度随随便便都可以达到每立方光年100万颗以上。 正因为如此,太阳所在的区域常被称作银河系中偏远荒凉之地。 不过对于我们人类而言,这其实是一件好事。 因为在恒星密集的区域中,像我们这样的探机生命,很难长时间地生存。 音乐 音乐